你好 欢迎收看8月11号的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肖佳慧 节气白鹿将至 中秋节也即将到来 文旦佑纷纷进入采收阶段 不过近日外销中国的管道受阻 于是华联县政府农业处11号就举办了 台湾文旦佑扩大采购加工记者会 与文旦佑加工业者以及产居的农会合作 开发多元的文旦佑加工产品 并鼓励企业大量采购 一起减缓外销中国的阻力 提升文旦佑销售 提升产值 中国宣布禁止台湾文旦佑等柑橘类国品输入 华联县瑞瑞乡首当其冲 华联县府农业处11日举办台湾文旦佑扩大采购加工记者会 县府与农委会等单位加工业者合作扩大加工量能 农粮属预计收购400吨大果 也有加工业者将倍增收购量 今年并首度采用机器取果肉 渴望大幅提升加工效率 透过开发多元文旦佑加工产品 以减缓外销中国受阻销售压力 并鼓励企业采购及大量团购 协助花莲幼农渡过难关 虽然大陆的销售市场已经有局限 但是书里面这边跟国际处 也会针对其他的国家不断的一直恰上 希望不只是花莲 整个台湾的良好的文旦都能销出去 不要因为我们把文档放在中国大陆单一的市场 就影响到我们农民的收入 这是我们不乐见的 那接着呢 我们针对良好的这个国品 非常好吃的国品 在这个平台上面 我们已经有恰商这个农科院 我们会将我们瑞穗这边还有其他产区 以花东产区这个主要我们负责 农量署负责的部分的建制一个平台 那针对尤其是瑞穗 这是我们最大产区也是最优质的 那瑞穗的文旦绝对不会输给麻豆的文旦 我吃过了非常多次了 我们离中秋其实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我们现在品质已经达到可以产收的一个阶段了 那我们现在也是说这个相关的技术 大概瑞穗地区已经百分之八十以上 有时候采用这样的一个技术 所以就这么两天来测的一个结果 因为刚才我们影片上面也都讲 目前已经都到达十二三度 那其中还有更多的 都到达十四十五度的一个糖度 那个品质相当的不错 陆陆续续在下个礼拜 农友大概都会做产收的 各位可以看 这个原本是在比较后面产收 提早到一个比较前面 而且品质是相当好的一个品质 那我们除了中国大陆这个外销的出口之外 我们又积极的拓展像是东南亚的一个外销的部分 或者是日本的部分 像今年我们也会有一个货会到新加坡 去做一个外销出口的一个运作 那接着的话 我们除了像今天的文旦又有加工品的出口 加工采购的记者会之外 我们接着还有我们文旦又在希望广场的记者会 然后跟各个农会也会在我们的西部地区 不管是捷运站或是一些贩售地点 举办我们的行销推广记者会 那我们今年也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也跟Uber做合作 会在都市地区推出我们两粒装的一个文旦又 希望说都市地区的民众 可能小家庭没办法使用比较多的文旦又的时候呢 也可以试试看小量包装的方式 来做一个创新推广的方式 花莲县府农业处说明 去年台湾文旦又外销总量为7,047公吨 出口至中国为4,817公吨 统计花莲文旦又产量占全国23% 而中国近台湾文旦又进口 出顾花莲有1,100公吨受到影响 约占全线总产量16,700公吨的6.5% 记者会每和加工业者签署合作意向 宣示扩大采购 现场也展示文旦又相关食品及防纹液 各式清洁用品 调味盐等加工品 其判出成业者将鲜果加工为副产品 为农产品加值 记者长方言 华联士报导